嗨大家好我是威廉 今天要來開箱威廉買的小物 那是為了因應夏天的酷熱魚及蚊蟲 那我買了三樣法寶 第一樣是紫米所推出的隨身手持風扇 第二樣是VHU所推出的隨身手持風扇 第三樣是速熱的立式電紋拍P1 首先我們先來看夏天不離身的電風扇 兩款從外觀上有明顯的尺寸差異 紫米風扇比VH還大 所以放在包包的空間要考量一下 兩款塑料感都蠻重的 再來是風量 兩款都是採用七片扇葉為主 但頁面的大小有所差異 兩款都有三段風量的調整 在各檔位中 紫米的風量是比VHU還大的 實際吹起來的感覺也是 在三檔的情況下 紫米這款的馬達噪音也是比較大聲的 兩款都有附底座 底座與機子是可以分開的 VHU在底座設計上有小巧思 底座上面有刻畫度數 能夠透過擺放的方式來調整吹風的角度 0度的直風 16度的陽風 極負16度的低風 紫米這款則只能直吹風 兩款底座都有方滑條 兩款也都用micro USB充電 紫米這款顏色就只有白色即破荷蘭 VH的顏色選擇就多很多了 至於哪一款外觀比較好看呢 就給大家自行評估了 再來是電紋拍 這款是電紋拍即補紋燈兩用的 有三種顏色可以選擇 隨和有附一個充電的底座 以及一條Type-C的充電線 電紋拍的整體做工還不錯 但一樣塑料感較重 電紋拍重390克 電紋拍上也有撥桿 最下面是關機 中間的則是開機 開機後續按上方的按鈕 才會有通電 撥桿最上方則是補紋燈的模式 開啟後電網下方的補紋燈會亮起 此時不用再按上方的按鈕 就會持續的通電 你可以直接在電紋拍上充電 也可以將電紋拍插在充電座上面 此時在立者情況下 再打開補紋燈模式就很方便 這三款產品都不會太貴 使用起來也都沒有什麼問題 算是CP值滿高的產品 這部影片就在這邊結束了 喜歡記得訂閱按讚 那我是威廉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我們就下部影片就很方便 通過 你們看 那麼 去